然而此时的男人 只顾着打电话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边的异常 直到放下手机 他这才发现有大叔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一时间 空气中静步满了暧昧的味道 好在此时绿灯亮了起来 男人见状立马就冲了出去 然而他打死也没想到 直到自己走到了天桥 刚刚的大叔还依旧紧跟在身后 甚至下一秒就冲到了自己的跟前 为了确定对方是不是故意的 男人还特意放慢了脚步 可与此同时 大叔也停了下来 这时男人才确定对方确实是有意跟着自己 也就在这时 大叔转过头来对着男人就是微微一笑 并且里面似乎还夹杂着嘲讽 紧接着便大步离开了 这可让男人感到一阵无语 不服输的他也立马迈开步子就超过了对方 他不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 居然还比不过一个大叔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叔已经不见了身影 而此时的男人还依旧迈着极快的脖子 似乎生怕被对方超过 但好在等他往身后一看 大叔并没有跟上来 这才让男人彻底松了一口气 然而等他来到下一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刚刚那个跟自己较劲的大叔 居然又跟了上来 并且转头对着自己又是微微一笑 而随着绿灯的亮起 两人似乎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居然在马路上就开始了一场 谁也不服输的较量 一路上 两人你追我赶 似乎势必要奋出个高低 然而比着比着 大叔似乎并不满足用走取胜 紧接着便大步跑了起来 这可把男人气得够呛 不甘示弱的他随即也奔跑了起来 就这样 两人在马路上你追我赶 结果反而是上了年纪的大叔跑在了最前方 然而就在这时 哼的一声 大叔居然被路过的汽车当场撞死 看来有时候冲在最前面也不是什么好事 而与此同时 男人的手机响了起来 结果等他拿起来一听 原来是自己的领导打来的 听一次似乎是要提拔自己 这可把男人开心的够呛 迈着轻快的步子就离开了命案现场 老实说 这个故事阿超没太看懂 导演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有知道的兄弟们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由于篇幅限制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 还有想看的兄弟们可以看看我其他视频